随着AMD正式发布采用Zen3架构的锐龙5000系列处理器 不少玩家都已经在为自己的主机考虑新配件了 然而在主板的选择上却遇到了难题 因为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台CPU是否兼容旧主板 但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AMD已经打消了这部分玩家心中的顾虑 包括Zen4架构也透露了一些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吧 从发布会上我们可以得知 Zen3架构将会是AM4主板的终点 虽然AMD并没有像三代那样与CPU一同发布新的主板芯片 但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热龙5000系列处理器将会向下兼容 具体而言现在的Zen3处理器 已经为500系列显卡主板提供了广泛支持 也就是说在现有的500系列主板上 如果你采用的是AGE SE 1.0.8.0版本的BIOS系统 也就是大多数的X570 B550以及A520主板最新的BIOS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就应该能够点亮热龙5000系列处理器 但AMD却表示 BIOS现在版本可能针对于Zen3来说并不适配 所以为了能保证其稳定性 目前AMD已经向各大版卡搭厂 推送了AGE SE 1.1.0.0版本的BIOS更新 AGE在年底之前推出 至于具体的时装时间 这就需要版卡厂商自行决定了 另外对于还在使用AMD400系列主板的用户来说 仍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目前400系列的主板 在物理接口上是完全兼容热龙5000系列的 所以AMD还是会推出支持新处理器的BIOS版本 但不会像500系列主板那样 在第一时间得到支持 今的BIOS目前AMD还在和主板厂商合作开发当中 大概会在2021年1月份陆续推出Beta测试版 至于300系列主板 这次应该是彻底无望了 要想支持Zen3 全靠版厂的心情决定 除此之外 在发布会上AMD也提到了对未来的计划 除了现在的Vermere之外 明年还会有一款采用Zen3架构 代号为Werthal的充面级处理器 不过具体规格目前还是未知 但可能会使用升级过的7nm工艺 依旧支持DDR4和PCR1 4.0 至于主板的话 应该是传闻中的600系列芯片组了 另外Zen4还明确表示 采用Zen4架构的处理器将会在2022年推出 但现在关于它的消息还不算多 目前仅知道它的代号为Werthal 应该会采用全新的AM5插槽 支持DDR5内存 以及PCR1 5.0和USB4技术 如果确实是由台积电的5nm工艺打造的话 那么芯片的晶体管密度会比现在的7nm工艺提升80% 智能体系能有望提升15% 总的来说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 苏妈的锐龙5000系列已经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虽然首发价格确实不算太香 但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不到半年的时间Zen3必定降价 呃这剧情总有感觉在哪见过 等到那个时候AMD将会有巨强无比 所以依旧采用具有主板的你 会考虑入手锐龙5000系列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带不上留言 至于隔壁的英特尔 如果再不多几点牙膏出来 那么本事的还不知道 能不能看见11代酷依的身影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